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包括以前那个开心果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像人家求婚的时候 都拿着什么香花还是什么的 你拿着开心果 我拿开心果拿一大包东西 反正都是吃的 就那样 还买了一些饮料 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看见他这个情况 有没有把你吓到 其实那是我吃的 坐在轮椅上 那他呢 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觉得他帅吗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真不帅 心里美 才是真正的美 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有人说闲话 你会不舒服吗 比如说有些人说 你不干活 你不挣钱 也有过 有一次 网上登过一次 我给他挨着回 我回了半夜 其实我们俩就是裸婚 我们俩之间就靠白地摊 每夜两三点钟起来 就占地方 就靠这些白地摊 他们俩之间的分工 可能会引来闲言碎语 有些人说他不挣钱 但是你仔细去回想一下 他每天做的工作 他抱着他上厕所 带着他洗澡 要知道他以前 是谈过身体正常的女朋友 对吧 他彼此之间是会有对比的 你怎么迈过这一罐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可能身体条件好的人 他都知道 想要什么 基本上就自己就能拿到了 他都不行啊 他想要什么 必须要有人递到他手里 他想喝杯水 我也不给他这杯水 他自己都拿不到 那除了这个生活当中的照顾之外 他会有精神生活吗 比如说带你出去玩玩旅游之类的 有啊 我老公就还问我 你从小都没有出过吗 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说我的梦想 就是出去看一看 然后他就带我去海南的三亚 去爬了一次 火山口 爬山 可以说爬山 他抱着你啊 不是 他就拉着轮椅 我坐在轮椅上这样拉 196个台阶 上去啊 不是下来啊 还要下来的 其实你是在内心 虽然身体状况是这样 但是你对自己的将来的生活是有畅向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 学画画 学成了 学有所成 只是因为我不会走路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么手艺好像是我的一双腿 一只腿 然后又找一个老公 带着我 才算是有了一双可以行走出去的腿